很多事我就勇于去尝试 在大小期间呢 我有二十多份相对实践经历 做过这个汉工办个专 所有的事情 就像一场赌博 你如果去做的话 还有一点点希望会赢 但是如果你不去做的话 是必输无疑的 来到飞行莫属呢 希望各位老板 能给我一个提供的机会 温道师 男22岁 山东人 山东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天道不一定筹琴 但天道只会筹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合泽的温道师 目前就读于山东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在大学期间呢 除了市场营销专业之外 我还自学完成了 山东大学销售管理专业的 自考课程 同时呢也兼修了一些 会计和旅游管理专业的 相关知识 作为一个应届生呢 我本身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但是呢我有过 二十多份的一个兼职经历 在校期也多次获得更像荣誉 今天呢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找一份市场营销类 行政类助理类 与其他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徐老师 不然你这声音是没有发育完全 我还没过青春期应该 一直是这嗓音 对 一直是这样 有人说过你的声音 他一直 有朋友说我 这嗓音啊 就是那个驴缸那个歌 特别适合我的说 你唱两句 我来两句 来两句 高潮那一部分 爱恨就 哎呀 不行 这个我稍微 稍微会冷了 爱 爱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举背对 呀 不行 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声音 有没有给你带来过一些困扰和误会 有 有 有 说我听一下 打电话的时候 没人见着我 然后他就问我 那个女士您好 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 然后我说了一遍 之后我过来说 那啥我是男的 然后就挂点 当现场评讨论我的声音的时候 我感觉挺好的 大家都挺高兴的 我感觉这样的话 我也爸 还是老师 还面试官也爸 都挺有点放松嘛 感觉挺好的 这个温道师啊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工作经历 对 也算是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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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实践 你跟我们说一下 你做了哪些工作 从08年开始吧 08年首先做电焊 电焊 搬砖 然后去做 这个保安 去这个做安保 地方面产那边扫过楼 然后还在KTV里做过 从服务员刷马桶 擦拨的一段开始 做过 一只又做到行政代理 就主管代理 然后呢 再去做他们的这个超市的促销 然后呢 又会在这个火锅店 做这个配菜师服务生 传菜员 在图菜馆做过服务员 你做这么多的基层工作 是因为经济上比较紧张吗 是的 很紧张 我的大学经济独立 因为我感觉我都成年了 为什么要家里钱 你申请了助学贷款 每年 我现在欠国家2万 从18年开始我要还了 因为按照政策的话 我从今年开始 9月份就要还利息了 但你有这么多时间去工作 那有时间学习吗 有 成绩怎么样 我成绩在全专业第二吧 全专业第二 然后获得了一次 国家历史奖学金 两次一等奖学金 而且考了有十几个证吧 十几个 十几个 按照计划十七个 目前考出来十二个 那还行 你今天来应聘 第一岗位是 第一岗位是市场营销类 第二一项呢 行政助理这方面 行政助理 要求薪金多少 如果是一线城市的 我希望是五千家 如果其他的话 四千家也可以 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 最好是回山东 但是其他也可以 其他也可以 来 第一轮选子 徐霍销 还有是战灯 因为我觉得那个美拉灭灯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是觉得 她做互联网的这种地推扫码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适合 我看到她的这个实习经验 都是比较偏地面的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互联网化的 就是我不需要很强的 地面能力的人 就是因为不帅 你还几时什么呀 才不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为了 白人 你是怎么理解你的市场营销 你有什么工作经历 或者跟市场营销相关的 因为这是你求职意向的 是这样的 在我的理解里 营销是一个经营和销售相结合的东西 我应该就有这三枚能力 一个是学习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规划的能力 还有一个是沟通能力 与人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是最基本的 如果我没法与人沟通 就没法把产品推出去 就不可能有人来给我们创造利润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属于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东西在更新 人的观念在更新 所有东西都在更新 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充实自己 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 第三个 规划能力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完整的营销 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只有按照这个计划来 才能取得预期的一个效果 是这样理解的 虽然你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但我觉得你回答的应变性 还挺好的 谢谢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看你很多经历里面 都跟地推相关 你这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首先 这些工作让我很快乐 其次解决了我的一个 就是经济很拮据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是学了一些 见了很多人 了解了很多事 充实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吧 就这么一个意思 我问一下你 你懂2B和2C的销售吗 什么叫2B 什么叫2C 不太懂 那你认为你适合做大客户的那种 还是适合做传统的那种 大客户吧 因为我感觉做零 就是下边这种大众的话 促销的话 不太随意能够发挥起来 张浩凡 黄总 他真的不适合2B 完全不适合 但是他很适合2C 我觉得D推很好 你觉得你是特别擅长规划 你能讲清楚你未来想干嘛吗 就比如说 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现在要马上要开始找一个工作 我其实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是职业规划的问题 我老师也跟我聊过这个问题 其实我没有明确职业规划 因为我不知道下部会怎么走 所以我就寻思着 现在一个 因为我写那个找意向的时候也是写大类嘛 我就希望通过公司一段工作之后 找到自己整个的方向 在那边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行我听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要考那么多证 和你为什么也要到山大去读了一个自考的那个证 首先 就你的目的是什么 考证的原因是想丰富自己 让自己忙起来 我不想让自己闲下来 一个是我学 还有就是我专业课的一些知识 通过这些知识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他们那些 就是那些考试科目会跟这个有联系 然后我就懒了 学这一门 能考其他的好几个证的那个 这考试 为什么不去呢 我就顺便学了这一门之后 剩下把那些考试都考了给他 然后考这个 自考这个是提高学历 我从进入大一开始 就有两个 一个也有两个规划吧 一个是完成自学考试 第二个是参加专人本 完成自学考试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专人本 升不到好学校的情况下 能拿到一个本科学历 你觉得你生活中 有人会瞧不起你吗 会 应该会有很多 就是他们瞧不起 我就感觉他们在瞧不起 瞧不起你什么呢 我就感觉很多东西我不懂 所以我一直在学 一直在学 但是你 他虽然算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但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不知道用哪样 在整个学校学习过程中 我除了学习之外 我有很多闲的时间 这个时间我除了考证之外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再说了我也不知道 我以后能从事什么 谁能知道自己以后的发展呢 多好一个证 或许会有以后 那哪一天不知道 能用到 就是文凭水平 不能空口无凭 学历能力全凭自己努力 所以我说 在整个这样的过程中 真正的是把你自己的 真实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 迅速地跟你的所有的老板 去展示出来 慢一点讲话 对 他有点不知所措 来王刚 对 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你 因为你学的也是市场营销 对 想从事的这个岗位 也是这个岗位 对 按理说你应该 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些明确的规划 尤其是行业 因为不同的行业市场营销相差 会非常非常大 是 那你自己对行业是怎么规划的 怎么想的呢 想去哪个行业 首先我第一项是培训的 因为我自己个人呢 在学校里参与这个 就是做过培训 成人方面培训 我参加自考的同时 也做他们的辅导员 辅导助理啊 然后带学生考试也给他们讲课这种 然后呢 还有呢 然后就是餐饮 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吃 感觉大家都离不开这个 你对你所想要从事的行业 有什么样的了解 有什么样的学习 做了哪些事情 因为你强调你的规划能力 和你的学习能力都很强 首先拿我做这个自考这方面来讲 我做自考的话 首先我会把我能够搜集到的所有资料 网络上的 朋友之间的 或者说是哪些权威 政府或者哪些部门发布的这些东西 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会跟学生交流 他们关系哪些问题 把这所有问题全部笼统 全部就是总结起来 然后把这些问题找出答案 给他们解答 这是两回事 我说的是你对行业的了解 行业 对培训行业的了解 是怎么去了解的 没有 那你的是规划了 那学习能力从哪里看出来 实践经历有这些 所以就对这个行业 你刚才说你的最低薪金 要求多少来着 4000加 4000加倒是不高 但是它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没有方向 好像 对 就是有点有点特别急 什么都学 但是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真正强项 对 我们看一下他们推荐什么岗位 好不好 来第二轮选择 虚火流 还有七盏灯 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我给你的是我们北京的 招商加盟专员 加入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给你的岗位是 店长助理 工作地点在山东 谢谢老师 期待你的加入 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工作机会呢 是在深圳或者在广州 是我们地面护肤品业务的 市场推广专员 小温呢 你有一个优秀的基础员工 应该具备的性格 谢谢 做什么都行 虽然你什么专业也都没有 那我觉得我能提供的是北京公司 波罗尼北京公司的这个店面销售 然后小区推广 电话营销 这些都可以 谢谢老师 KFG给你留的岗位是营运助理 从这个岗位出发 未来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管理干部 学习之路需要你自己加油 KFG欢迎你 地点是老师 北京 谢谢老师 TCL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TCLOTO的市场营销策划 主要是针对饮食达人这一部分的策划 地点主要在深圳或者惠州 谢谢老师 那个优生教育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 暑期免费学项目的 这个市场专员 七盏灯灭五盏流两盏 是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你老师 不想做市场先开始 有请杨盼尹峰谈前不上感情 首先我问一下尹总 其他的有没有福利待遇 其他福利待遇有什么 大想包车包住 对吧 对因为北京这个地方 你要是在 你要是在总公司的话是包住 要是在店面的时候是包住包吃 那我以后有没有可能回去山东或者说这些地方呢 应该有可能 因为华北华中地区是我们今年的重点战略区域 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山东 因为山东的话有十九家体验馆 可以包吃包住吗 这个可以商量 好嘞 行 冷冷铁了 十五秒 雅唐控股 咖啡之意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雅唐控股 工作地点呢 也对我要求非常 非常符合 所以在家的心情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感觉 我要是如果好好论的话 好好去做 好好去做这份工作 我感觉我的以后的发展困难会很大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雅唐控股